格文和封印外套文明的英國奢侈品代表Burberry 品牌超過160年歷史 但過去一度因為過時加上設計師凋零 集團快要破產 儘管換了創意總監 財務危機還是沒有解決 Burberry過去一年股價腰斬 市值下滑六成 集團五月宣布去年營業利益暴跌34% 原因出在中國大陸銷售下滑 現在傳出Burberry為了拼轉虧為盈 決定裁員數百人 全球員工共有九千一百六十九人 主要預計會影響到英國的員工 公司給員工兩條路可以選 離職或是重新申請其他職位 內部諮詢為期四十五天 公會擔心裁員方案 會讓四百多位員工面臨風險 而Burberry上次在二零二零年 裁減五百人 省下五千五百萬英镑的人力成本 公司殘難表現讓執行長艾克洛德 五月也放棄兩百三十萬英镑的年度獎金 分析師擔心股價持續低迷 很有可能會成為私募基金或是美國 競爭對手的收購目標 你不敢作為手賣 平衡 平衡 非常有什麼 平衡